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來 簡文斌 司機大哥 司機大哥你開麥 開了 來 司機大哥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呃 45歲 台北人 好 45歲 台北司機大哥 來 司機大哥你想說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貿易壁壘提前出 今天的題目啦 對對對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的設想好像慢慢都要實現了 就是 他這個EGFA中止之後 他會逼 這個台灣的很多產業 就是外移啊 然後 這個 技術 人才也 也 就是會跟著外移 這樣子 然後 呃 到最後就是我們這邊只剩下 就像我們這樣 就像我這樣一般的 怎麼技能都不會 他只會開車 或是可能會坐坐餐飲 或者是 會幫人家按摩這樣 對的人留在台灣 那其他的 有能力的 基本上都出去 那就造成這種 只跟他服務業 那生下這些製造業 可能就慢慢就會空洞化 這樣子 對 然後 之前有講圍山缺一 就是他 圍山缺一 就是我把三面圍住 但只放開一面 OK 面對福建 面對福建融合 對 所以他會鼓勵 等於是倒逼 也算是一種 引導 就是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那個 大陸工作 嗯 去大陸生活 嗯 對 那以他現在的能力 軍事力量跟各方面的這種 政經影響力 我個人認為他是可以 自意封鎖台海 台灣島周邊 啊 任何年 任何 他想封多久就封多久 嗯 這樣子 嗯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不太會 會統一 但是不太會用 下策這種無力的統一 還是會 能盡量就是不要 不要 我甚至認為是不可能會像烏克蘭 或者是那個 亞沙走廊那樣子的 悲慘 不會 就是一點點有限的打擊 嗯 最近 呃 不是南海那個 菲律賓 跳得很歡嗎 嗯 我是覺得 呃 大陸 的大陸的話 嗯 我認為他心裡面是蠻歡迎這種 這種衝突 嗯 但是不能說 只能做 嗯 嗯 對 因為這種衝突 只要一發生 大家就會再次 呃 看破 就是美國 嗯 的手腳 嗯 就是再次 中錯這個 美軍的威信 跟 影響力 嗯 對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加速 呃 嗯 中國大陸的這個 影響力 就是我們中國的影響力 嗯 對 然後 嗯 就是說 也會 間接的讓 怎麼講呢 讓我剛剛講的這個局啊 會更 我會認為是更確定會是走這樣的局 就是圍山雀衣 類封鎖 類合同 這樣子 嗯 因為西方國家 包括什麼五眼聯盟 包括什麼G7 對 陳恩國 他就更知道說 他老大哥都只是一張嘴而已 嗯 那他怎麼敢 他怎麼敢去插手 中國的內部事務 嗯 嗯 除了G7 以外的其他 180級的國家 那肯定都是站對中國大陸啊 嗯 因為市場在他那 技術在他那 嗯 嗯 製造也在他那裡啊 也在我們中國手上啊 嗯 所以也會 甚至再講遠一點 我個人認為 還會 促進歐亞飛 整合的進程 嗯 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南海衝突 呃 我是覺得 我們中國大陸 大陸是歡迎的 嗯 最近不是又 又跟中俄這個飛機 飛到那個 韓國的防空失業區嗎 嗯 當然之前也有繞行那個日本嗎 嗯 對啊 我覺得也是在警告他們兩個啊 不要跟美國一起搞什麼亞洲北約啊 嗯 欸 對對對 那如果要搞的話 呵呵呵 就是大概是這個後果 嗯 嗯 其實我還是那句話就是 我們中國大陸是 經理是歡迎的 嗯 但是只能做不能做 我就跟兩岸關係一樣 嗯 這樣子 你說歡迎賴清德當選是不是 呵呵 不是賴清德當選 我個人認為也不會武力 嗯 但是就是為三卻一這種 比如說ECFA這種 啊 去掉ECFA 然後經濟上 經貿上我們就到規矩來 這個會更堅定 而且更加速 嗯 因為賴清德也沒那個膽量去踩那個紅線啊 嗯 嗯 他的直升機 呃 原手的直升機是跑不掉的啊 嗯 對啊 都已經被鎖定了 他是飛不出台灣島的啊 嗯 對啊 更不用想說要飛到石岩島 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 那我是覺得 能說不能說 就像我們兩岸關係一樣啊 最近我就在想說 哦 其實兩岸關係 沒有那麼複雜啦 我心裡面 我心裡面認為的兩岸關係就是 我們現狀 就是現狀 但是現狀 就是也是兩岸互相 只能做 不能說 對不對 嗯 因為都是治權嘛 就是一個中國主權下 有兩個治權同時存在 對 那互相只能做 不能說 嗯 否則我們 否則我們去大陸幹嘛 他要看我們的台胞證 嗯 那不就是默認我們治權是現實存在的嗎 嗯 對啊 但他只能做他不能說 他還是要說 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我們的憲法也是說 也是說民國是 也是大概的意思 就是民國是 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啊 對啊 嗯 所以一個中國主權下有兩個治權嘛 對 那大家彼此默認 可是在談判的時候 一定要攤牌啊 對 比如說你要談一個和平框架 可能就要談 可能那個標題 我自己想像就是 一個中國主權下兩治權的和平框架協議 嗯 其實這樣兩個是平等的啊 嗯 而且我認為 本 本地的政府 應當要視對岸的人民 也是自己的老百姓 因為畢竟民國也統治過大陸地區的老百姓嘛 嗯 那共和國他也自詢 他是繼承民國的治權嘛 嗯 那台灣島也是中國大陸的領土 這本來就是啊 所以他也是 他也是如此看待我們這邊的老百姓 如他們的老百姓一樣嘛 嗯 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優惠政策吧 嗯 對啊 所以如果說台灣這邊的政治人物 有這樣的一個 嗯 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兩岸關係 是不會走到這麼慘啊 嗯 欸 像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都是因為 一些分裂勢力他們 他們的操弄啊 跟認知啊 講一個比較好玩的 就是前一天 我就跟一個朋友啊 我在喝咖啡的時候問我朋友 說啊 就是討論到選舉 然後他就覺得說聯合政府很棒 嗯 就要像 德國那樣的模式 嗯 比如說他們德國 不是有一個總理也是 做得很不錯 做很久嗎 美克爾 對我就跟他說 是美克爾吧 嗯 他說欸對對對 那他自己任 他就說 好像做蠻久了 我就跟他說 做四任啊 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之前跟你講的 中國大陸的總書記 連選可以連任 嗯 有什麼不一樣 反正每年都要投票啊 你做得好過半 就讓你繼續做啊 嗯 你做不好就把你 你就你就你就下台嘛 嗯 只是沒有任期限制 那美克爾沒有任期限制 你就覺得好啊 中國共產黨有任期限制 嗯 你沒有任期限制 你就覺得不好 這不是雙標嗎 嗯 就是台灣 台灣人 就是我們島上的台灣人民 嗯 怎麼講 就是 在政治上都是有點錯亂 嗯 嗯 而且你自己在街訪的時候 不是應該 我想應該也有點相同的感受吧 嗯 他們什麼都很不清楚 但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決定 他們可以看清 呃 很多事情這樣 對啊 但是那是因為他 他受限於他的認知嘛 那這也沒辦法 每個人其實 對 就是 你被你的自己的認知都局限住 那只能說他 他 我們還看到了不同的層面 就我個人啊 可能看的比一般 民眾又多一點的 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 對啊 他們的認知就比較 但是當你在那個認知下 你有那樣子的表現也就 不奇怪了 嗯 是啊 是啊 所以好像我是 今天吧 今天還聽到別 就是別人的call in啊 嗯 他就說他之前都是看三明治 最近終於清醒了 嗯 那不就代表媒體 因為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討論說 哦是台灣的新聞 就是故意 報導說我們這邊 呃就是很討厭中國大陸啊 嗯 大陸都要威脅我們 用這種意識形態啊 來綁架我們啊 現在我終於清醒了 哎那我都在想說聽眾能不能夠意會到說 其實我們的媒體背後的資本 他們的都是有各自的目的啊 嗯 認知的目的啊 那民眾黨 民眾黨 那個前幾天張提凱不是也 發表了一個媒體的政策嗎 嗯 說什麼啊 希望是有老百姓來 來來向NCC檢舉那些 不做平衡報導的媒體 嗯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這些媒體背後的大老闆會鳥你們嗎 嗯 而且你這些政黨 就是這些各種顏色政黨 他背後的資金從哪裡來 還不是從同一批的財團來的嗎 嗯 那這個制度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啊 嗯 對啊 嗯 然後 嗯 根本就是 你知道就是圓木求魚啦 嗯 所以台灣的選舉 我是覺得 真的看很多市場 沒有一次是可以 他沒有一套好的那種解決方式 重點也是因為這個 記得利益 在上位 他們 不肯放下手中的權力 嗯 嗯 你比如說好了 任期限制是為了什麼 嗯 難道是為了政黨輪替嗎 其實不是啊 嗯 其實任期限制 為什麼說做兩任就要下台 嗯 我個人就認為說 不就是為了保證大家 都有 都有做裝的機會 嗯 嗯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啊 嗯 嗯 好 大概就講那麼多 好 好 OK 好謝謝你啊 謝謝這個司機大哥 謝謝你的分享 OK 拜拜 拜拜 好來我來謝謝YT的donate 謝謝第四公民 生日快樂加油 謝謝你啊 謝謝你的祝福 來 我謝謝微信donate 謝謝這個 這是什麼 選前十天 郭柯 又會放消息要跟國民黨有條件合作 測死拖死國民黨 徹底拖死國民黨 不可能的啦 柯已經那個登記了 他不可能選前十天做這個 他選前十天如果說什麼再合作 柯文哲啦 那就違反選罷法了 所以就不太可能會這樣子啊 好來那個線上網友 如果你們沒訂閱我頻道 歡迎你們訂閱我頻道 給我支持 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直播影片完整版 會放在我的會員專區 歡迎大家加入我頻道會員 加入我頻道會員 可以看我直播影片完整版 還有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白金會員 可以看白金會員專屬影片 以及白金會員專屬直播 還可以加入我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Everybody have a nice dream 大家晚安 拜拜再見GG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